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中文史复兴组合在脸书上指出, 今28日下午3点于国光路铁锹南侧的旧铁道内办理一寺台湾省城一尺的线刊, 发现大量新带的红砖瓦,一寺日本时代陶瓷碎片及黑瓦,附近被工程挖开的土蹄, 一寺连续砖造的结构物在台湾百年地图过去台中文献的研究及GIS截图, 高度怀疑就是台湾省城西门城墙的一支所在。 台中市文字处邀请刘超华邱上家两位委员前往勘验后, 发现部分陶瓮大型砖散落在博坎土蹄开挖两侧, 委员研判是清带建物一构,但应该是二次堆积物, 没有看到整片的建物基础于国光路铁锹南侧, 看到散落的清带砖瓦可能是拆除附近或现地审成建物后, 会填制铁路作为土蹄的一部分。 今日台中市文字处认为没有看到具体的结构物, 又因铁工区负责的排水工程完成后,将进行下一阶段工程, 因此建议以工程监探的方式,如后续工程有挖到一次结构物, 再进行进一步考古挖掘。 但台中文史复兴组合认为,当时施座铁路行走的土蹄时, 应是拆除附近或限制的防射建物, 填为后来火车行走的高架土蹄, 往此地下方或往周围下方进行视觉, 很有可能找到台湾省城的地基或其他移构, 省城遗址的考古研究不能消极地停留在工程监探, 应趁下一阶段工程进行前积极依照目前出土的线索, 省城地图的考证积极寻找答案。